這輛車十萬火機趕到現場 因為接禍有意外發生了 雖然正在放暑假 但學校還是有開放 給校外社團借用教室上課 因此引起不小的騷動 他是校外某協會 向我們學校借場地 進行他們協會的內部的訓練課程 他是訓練課程裡面的參與學員 並非我們學校的學生 根據調查發生意外的男子 甚至還是重大刑案的嫌犯 日前花蓮警方偵辦 發現一個硬碟 裡面竟然有上百部布牙影片和照片 鎖定嫌疑人是一名住在基隆的53歲男子 他甚至還涉及強制性交 兒少性剝削 詐欺 組織犯罪等重大刑案 因此聯絡基隆警方共同偵辦 調查到他20號 將會到桃園一所大學 參加就業職前訓練 警方申請拘捕票 等待時機到現場逮人 而男子態度表現配合 但他提出了要求說想要去拿包包 人警當下也通融陪他一起回教室 但這時意外卻發生了 目擊民眾嚇得趕緊報案 救護人員抵達現場 馬上實施搶救 但男子身受重傷 還有許多開放性傷口 送往醫院急救後 30分鐘仍然宣告不治 但為何男子做出這樣的舉動 現在警方也報請地檢署協助香宴 繼續釐清案情 早日讓真相水落石出 TBS新聞廖宗慶藍廷 唐日常報道